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中将伊藤俊行 周三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表示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意掌控台湾 五年之内他将动用全部军事力量来达成 西方和发展国家需要联合起来 对中共发出严厉经济和军事警告 伊藤俊行预计攻占台湾 是中共把美国赶出东亚地区的第一步 太平洋将成为中共独霸的海域 日本冲绳主权将受到威胁 中共2020年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压制异己 打击言论自由 伊藤俊行担忧台湾会变成另一个香港 他希望加拿大海军继续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或非正式加入对中共形成制衡的四国联盟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九月表示 习近平已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 具备武力统治台湾的能力 上个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伊德上教 也警告说中俄是世界秩序的破坏者 北京的行为更隐蔽 必须考虑北京可能比预期更早采取行动 在这里的行为更隐蔽 这就行为更隐蔽 不明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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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